记者曾建民新北报道,新北市新庄警分局警备队队员无声明,胡祥宇,日前晚间七时取巡逻行津新庄区中和街时,发现63岁陈姓男子独自走在街上,因当时是冯大王及寒流及台,全台气温激动,当晚又下着倾盆大雨,二元上前关切后发现陈南疑似有失忆症状,无法说出自己的姓名与住处。 因其全身湿透,警员担心他受寒,先行将他带回派出所安置。 警方表示陈南因在大雨中步行多时,前路疲态,警员赶紧送上热茶供其暖身,随后利用警用小电脑人脸辨识系统查询身份,得知陈南就住在新庄区中原路一带,疑似独自出门散步,却忘了返家路而在街头淋雨徘徊。 警员得知陈南的住家地址后,因担心其发生危险,热心驾驶巡逻车护送其返家,看见家人平安归来,荆棘如焚的家属见状惊呼。 还好有你们因警方热心协助,才让家人免于在外受冻,离去前人不停地感谢警方。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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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